除了買車之外呢 最近看房子的人也蠻多的 台北市四月份的交易量也反彈 上漲幅度就超過了7% 但是很多人都想問哦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進場呢 專家要教你最關鍵的進場時機 整滅落地玻璃 戶外暖陽 微微透鏡 打破既定框架 延伸視覺效果 瞄準一家三口的小家瓶 綠樹環繞挑高方正格局 簡約粉嫩色系裝潢 小宅瞄準單身小資族 不為疫情看污人潮不減反增 四月份的看污量的部分 其實跟三月相比 它是沒有減少的 那反而還有微幅的增加的一個狀況 它可能會比它實際開價 再打個八折去出價 建商讓利換成交 四月買氣明顯反彈 台北交易量月增7% 新北持平 而台南高雄也都呈現正成長 但進場時機在哪裡 專家說要看這些指標 跟高點比起來 我覺得現在只要跌到 兩層到三層的話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進場 到兩層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觀光 反而來自一些個體戶 像做小生意的 或者我們講的那幾大產業 他們現在生意很難做 可能因為資金上的需求 他們會把手上的房地產 泡售出來 迎接520檔期 建商也早各就各位 北台灣推案量來到2371億元 年增6% 其中又以新北最熱 衝破千億大關 桃園435億 而新竹也有266億 不要等到你認為 跌到谷底的時候 再進場去搶 因為跌到慢慢慢慢 往下修的時候 就表示想進場越來越多 房價已經開始下修 不管怎麼樣 跟高潮的時候 跟房價高峰的時候來比 現在都是低點 疫情趨緩房市盤整中 買房搶低入手 市場也再度重回復蘇的 趨勢軌道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 嗯 都不虧了 美國星期版讀 那裏 東森財經協定 一共六百分 題目